20公分長的細麻竹 表面及兩端研磨光滑之後 一根環保吸管就完成了 讓小朋友使用也不會刺到嘴巴 台東東海岸都南部落一家咖啡館 自行製作麻竹吸管 提供給來電消費的遊客使用 不只兼具特色 同時也相當環保 我覺得很環保 而且東西可以再次的利用 這樣的方式還滿不錯的 我們的客人的反應也是 原來也可以這樣 業者去年開始利用餐廳後方山區的麻竹 製作成大人和小孩使用的吸管 回收洗淨後再用蒸氣消毒 麻竹吸管就能重複使用 不只省掉了買塑膠吸管 或是不鏽鋼吸管的開銷 同時也創造了商機 而阻止吸管創意的起源 則是來自阿美族部落 部落的長輩 很多長輩都很熟悉 附近能夠容易取得的是麻竹 粗細的挑選 材質的挑選 在處理過程當中 不小心乾燥太快的時候 就會容易裂開了 麻竹取材容易 但是製作吸管的過程可能會裂開 雖然有使用期限 但淘汰的麻竹吸管 還是可以銷成竹籤再利用 而業者也主動貼出公告 不再提供塑膠吸管自動減塑 同時也呼籲大眾跟進 共同減少塑膠製品 帶給土地的負擔 原始新聞本家的問題 東東和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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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